歡迎收看最新一季 附大NPF投資觀點 我們來打開這本Megasense 為大家看清形勢 放大優勢 那不如看看中國和香港吧 雖然中美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 但暫時關稅對於中國出入口的影響 仍然溫和 反觀零售銷售和固定資產投資就減弱了 這些都是中國本土經濟放緩的主因 在經濟政策上亦陷入兩難局面 一方面去槓桿的改革措施會令經濟放慢 但透過寬鬆貨幣政策去刺激經濟 都會令人民幣面對貶值壓力 相信經濟在短期內難以有明顯改善 綜合而言 前景傾向保守 那我們看看亞太區吧 美元強勢對區內市場造成顯著的影響 尤其是美元債務沉重的國家 以亞根廷和土耳其為例 連初時外債佔GDP比率都不算太高 但隨著他們的貨幣大幅貶值 比率立即升到境界線的八成以上 雖然亞洲貨幣的壓力相對溫和 不過央行多次加息 仍然對整體經濟狀況造成緊縮效應 總括來說 對市場保持觀望 明白 美國的經濟依然強勁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貿易戰的影響 因為企業有機會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推高通脹和影響消費意欲 這些不確定真數仍然有待觀察 短期來說前景仍然樂觀 歐洲怎麼看呢 歐洲央行將會跟隨原住局退出兩款措施 會影響對區域和環球的流動性 另外市場都擔憂意大利的高債務和高財赤問題 加上英國脫鈎前途未決都會碎弱了投資氣氛 總括來說 對市場保持觀望 一起看看日本吧 通脹仍然遠低於2%的目標 因此預期日本央行要繼續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 市外銀行業的借貸意欲向好 借貸息率偏低都會有利企業為經濟提供支持 因此我們偏向樂觀 好了,來總結一下環球形勢吧 謝謝簡Sir 今季的負達NPF投資觀點看到這裡 請繼續留意我們下一季的分析 多謝收看